自己去消化一下 注意的是左手背手 左手背手 右手提腕 来准备做一次 好 下面的要求 听一下下面的要求 上身微微向后倒 重心上身微微向后倒 鼻子尖来找方向 鼻子尖来找方向 那么这个动作大家看一下 身体现在在做的过程当中 身体在做的过程当中 宽关节自然的上下做提样 那么我们的后背 也跟着我们的宽关节 把这个动作放大一倍 看到了没有 2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看到了吗 我们现在宽关节和我们的肩部的动力 保持一致性 然后这样的动作会更好看 更有味道 好 这个动作我们跳过了 不再重复 不再重复 好 来我们接着往下走 5 6 7 8 来跟我一起 1 2 3 右脚先躲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好 下边这个动作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的背势来做一遍 背势做一遍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好 完整的一圈 然后在这个地方注意 我们昨天已经讲到了 身体找最大的路线 手要有分量感 找最长最远的路线 抛出去 看明白了 身体找最长最远的路线 抛出去 身体放松 寒回来 然后呢 双手打开 双手打开 再来一次啊 看一下 身体 右手 找最长最远的路线 抛出去 找到最远的路线 身体上身 寒凶 收位 收回来 双手自然打开 上提 找最长最远的路线 看明白了吗 下面呢看一下我们脚下配合一次啊 我们背身做一次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看清楚了没有 脚下的动力呢是完全没有变的啊 脚下动力完全没有变 只是在我们的上身做了一个调整 清楚我的意思了没有 好 好 再来一遍 好 来准备 好 来这样我们从头